大家好 我是周世韜 很多人都叫我韜師傅 今天想講解做黑蒜的做法 我自己做黑蒜會選紙皮的獨子蒜 蒜味焗出來會濃濃和厚 我們用電飯煲就可以做到 電飯煲我自己會選擇一個五層的內膽 其實會保持溫度比較好 做出來蒜會比較黑 還有時間會保持15天就完成 我們會準備一個底格 其實我們會放在底部 其實它會升高了一點 它會令黑蒜和電飯煲隔了一層的貼著 貼著它 因為電飯煲一直保持著 它就會燒焦 派下去其實技巧不是很多 但是最重要是整齊 我們第一層這樣做了 我們再搭多一層 讓它平均一點 焗出來裡面有熱流就對應得好一點 我們開電飯煲 稍後會跳回一個保溫的狀態 我們就保持著保溫的狀態 15天 不要偷看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 其實之前15天前 我已經焗了一堆黑蒜 我們焗出來的黑蒜 非常之黑 還有很juicy的感覺 我們有一個彈心的感覺 所以建議大家重點上 其實中途就不要開蓋 這樣做就會做到一顆這麼漂亮的黑蒜出來 大家回去不妨試一下吧 謝謝 謝謝